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就在以色列空军昨天一天之内轰炸了野门 税里亚、黎巴嫩和加沙等四个国家和地区之后 最新消息传来,以色列军队已经越过和黎巴嫩的边境 进入黎巴嫩 以色列内阁会议决定派军队进入黎巴嫩 在黎巴嫩境内开展军事行动 彻底消灭珍珠党和哈马斯 昨天,以色列国防部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边境中部的突出部 划除了一百多平方公里的禁区 要求任何媒体不得进入 媒体也不得发布任何有关乙军设备进入黎巴嫩的镜头 这似乎从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 类似的操作只有在俄乌战争那种全面战争中出现过 另外,以色列的各个部长们 已被要求严禁私自发布前线的消息 但由以色列战时内阁党派领袖公开宣布 要为以离边境的乙军进行祷告 随后,以色列国防部宣布 针对黎巴嫩珍珠党的地面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该行动的代号为北方之舰 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出动了五个旅 对珍珠党在黎巴嫩南部的目标发起进攻 10月1日凌晨 以色列大部队已经越过了以离边境 对珍珠党发动了地面进攻 短短的几个小时 以色列就袭击了珍珠党藏身的至少35个村庄 值得一提的是 黎巴嫩政府军已经悄悄撤离了离边境地区 以避免被战火殃及 毕竟以色列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这次的军事行动只是针对珍珠党和别人都没关系 而且珍珠党在黎巴嫩内战结束之后 一直不按照和平约定 不放下武器 已经成为黎巴嫩社会的一个毒瘤 以色列这次要铲除他们 黎巴嫩政府自然也是乐见其成的 接下来问题是 以色列这次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今日 有以色列媒体披露了 以色列暂时内阁定点清除珍珠党最高领导人 纳斯鲁拉的决策内幕 从这次过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以色列对珍珠党的全面战争 俱势已久 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目标是彻底的消除珍珠党 对以色列北方的威胁 在哈马斯的拉法旅被以军击溃后 以色列当局认识到 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的哈马斯 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了 他们现在最多就是和以色列打打游击战 无力在发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了 因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 决定将下一步的战略重点 转移到北方 主要目标就是彻底的打击争党的 作战能力 永远消除威胁 确保以色列北部的居民能够安全的返回家园 因此 内塔尼亚胡先是决定启动按钮 发动对珍珠党的巡护机攻击 同时还批准了对40年前制造过美国大使馆爆炸案 主谋尼布拉辛阿基勒的定点清除行动 之后 以色列军方向战时内阁提交了北方战役的三个行动方案 但内塔尼亚胡看后觉得都不满意 要求他们再提出第四个方案 这就是后来执行的北方支箭行动 目的是尽可能多的摧毁珍珠党的导弹和火箭弹阵地 9月23日上午 北方支箭行动正式开始 以色列国防军向吉巴嫩各地珍珠党 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进攻 向珍珠党约1500个军事基础设施 投掷了约2000枚各种弹道 在两天的猛烈打击后 内塔尼亚胡认为战绩这还不够理想 于是向摩萨德局长提出了消灭珍珠党最高领导人 纳斯鲁拉的想法 内塔尼亚胡认为 纳斯鲁拉是执行伊朗威胁以色列安全战略的核心人物 不把他除掉 以色列的安全就无法得到真正的保障 在与摩萨德局长进行了初步沟通后 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一的内阁会议上 也提出了消灭纳斯鲁拉的方案 但由于这个方案过于大胆 因此国防部长加林特 以军总参谋长和新贝特局长罗南巴尔 要求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之后 再进行决策 上周三 以色列暂时内阁再次举行会议 对消灭纳斯鲁拉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了深夜 这次加安特和总参谋长终于同意了内塔尼亚胡的提议 但他们认为这么重大的事情 在行动前是否有必要通知一下美国人 并重新评估消灭行动可能带来的后果 然而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在行动前通知美国 主要是担心他们会不同意 鉴于乌克兰这次突袭库尔斯克之前 也没有通知美国 由此可见 以色列和乌克兰的领导人 在某些问题上 达成了一个不可描述的默契 上周三的内阁会议结束后 鉴于几个主要的内阁成员还有分歧 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加林特和总参部长 又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的安全会议 上周四 内塔尼亚胡正乘坐以色列总理专机西安之一 飞往美国的途中 他又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安全会议 分析着陆后 内塔尼亚胡在纽约的酒店内 再次的召开小范围安全会议 随后通过电话召集内阁进行特别讨论 在这次讨论中 以色列总理终于成功说服了大多数的部长 同意发动消灭哈桑纳斯鲁拉的重大行动 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前的大约一个小时 内塔尼亚胡再次与国防部长和参谋长通话 随后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 事实上 就在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表那个激情洋溢的演讲时 他知道这一历史性行动正在进行 在演讲结束后内塔尼亚胡的军事秘书告诉他 行动已顺利完成 几小时后最终确认 珍珠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被击毙 行动获得圆满成功 从这个决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 以色列的战士内阁现在是已经下定了决心了 达成了共识 不彻底的铲除哈马斯和珍珠党对自己的威胁 就绝不收兵 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不受任何影响 以色列甚至没有事先通知自己最重要的盟友美国 这充分说明他们的决心是有多坚定了 在和哈马斯珍珠党等武装分子缠斗几十年之后 以色列之所以终于决定把这哥俩彻底打残了 直接原因是去年10月7号的恐怖袭击 间接原因是伊朗终于暴露出了外强中干的真相 面对以色列发动的一系列战争 伊朗除了打嘴炮之外 几乎没有对自己的小兄弟进行什么像样的援助 纳斯鲁拉被打死后 哈马尼尼连嘴炮都不敢打了 哈尼亚被打死的时候 哈马尼尼还表示要报复以色列 但这次他连这样的话都没敢说 伊朗总统甚至在联合国大会上 谴责了俄罗斯 并表示要和西方和谈 因此现在的局势对以色列来说 这是几十年不遇的 如果说1940年代时 以色列抓住了历史机遇完成了建国 这次将是他们改变中东局势 彻底消除安全威胁的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中东局势骤然升级紧张时刻 俄总统抵达德黑兰 在这之后伊朗决定放弃出兵黎巴嫩 不到24小时 以色列就发动了地面攻势 不得不说 俄罗斯这部企业真的是走错了 当地时间9月30日 俄罗斯总理米书斯金抵达了伊朗首都德西兰 此次访问被外界设为两国加强地区合作 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信号 米书斯金与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及第一副总统等高级官员的会晤 不仅聚焦于双边关系的深化 更就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等多个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 在会谈中 佩泽西齐扬直言不讳地指出 美国试图通过孤立伊朗和俄罗斯等国来维护其霸权地位 但伊朗和俄罗斯将联手反击 利用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外部压力 这一表态不仅体现了伊朗对美政策的坚定立场 也预示着两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 将进一步的加强 就在俄总理访问前夕 中东地区局势骤然紧张 尤斯列宣布 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局部精致行动 随后更是全面展开了大规模的地面攻势 重点打击黎巴嫩珍珠党此前 伊朗曾透露出向黎巴嫩派遣部队的消息 以支持其盟友珍珠党 然而在关键时刻 伊朗却宣布放弃派兵计划 主要强调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战士们 有能力自行抵抗侵略 这一决策的突然转变 让人感到十分的疑惑 背后可能存在四个原因 其一 以色列军队的火力优势不容忽视 而且背后还有美国的支持 伊朗若直接的派兵介入 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地区冲突 甚至引发与美国的直接对抗 这是伊朗目前所不愿看到的 其二我们都知道 伊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亲美势力的存在 使得出兵决策充满变数 可能引发内部的不稳定 再者 伊朗当前的主要目标是解除美国的经济制裁 恢复国内经济 而非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中 其三 面对以色列此次的行动 埃及 约旦 卡达尔 沙特等中东阿拉伯国家都选择了沉默与观望 而叙利亚也选择按兵不动 这些让伊朗意识到孤军奋战并非明智之举 其次 在俄罗斯总理到达之后 伊朗才宣布放弃派兵 这其中难免不让人有所怀疑 我们都知道 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地位不仰一 而叙利亚就是其核心之点 这里不仅是俄军在中东的总部基地 更是其实现全球战略投送的重要节点 可以说 叙利亚的稳定 直接关系到俄罗斯在中东 乃至全球的话语权 因此 如果以色列真的要全面进攻尼巴恩的话 那就要切断离珍珠党的后勤补给钱 而伊朗要运送武器装备 就要经过叙利亚 在这种情况下 以色列肯定会对叙利亚下手 所以俄罗斯不得不做出反应 以确保其在叙利亚的利益不受损害 因此 《尼书斯经》的德海兰执行 表面上看 是是对经济合作的探讨 实则蕴含了深刻的政治 与外交意图 面对伊朗国内 以妥协换取经济发展的新政策方向 俄罗斯巧妙地利用了这一契机 即巩固了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 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 直接介入黎巴嫩冲突的可能性 但从现在来看 俄罗斯这部企业走错了